不配用赌来进行娱乐 因为你的身价远远不够 我就是玩捕鱼 这个游戏玩了有七八年了吧 之前没输过钱 就是在那个21年12月份 15天吧 输了将近就有五万块 以前只是小打小闹 也不那么上瘾吧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就在21年的12月份 可能也是上头了 就输了五万块 我现在情况就是 现在就是特别想玩 特别想玩 但是一直在控制自己 你说了五万块钱什么感受 其实我这五万块钱 他不是说一下输 我是输完一万了 我是打算不玩了 然后又想玩又输 想玩又输 然后又玩又输 那你现在又想玩 那结局是什么 肯定是又输啊 那还要干嘛 但是还是想克制不住去玩 我感觉自从我玩这个捕鱼之后吧 我特别还说谎话了 像有时候就买在家里面 我说出去那个加班去 然后其实我就是在车里面 那个玩捕鱼呢 你收入怎么样 收入一个月平均八千块吧 八千块也不算高 五万块钱得大半年啊 有时候我一想到 我那个要辛苦半年 我就心里特不是滋味 那你再玩下去 说不定再又输个半年的工资呢 怎么搞 首先我跟你讲 捕鱼就是个游戏 你玩不赢他的 你真玩不赢 你能玩七八年不输钱 说实话 我有点难以置信 你说你十五天输五万 我觉得还输少了 其实一开始吧 这时候有时候输个三两千 后面也打回来了 然后就不玩了 然后可能宁个一千块 我也收手了就不玩了 就是到去年十二月份 二十年的十二月份吧 就是那连续 有时候上头了 就是一天一万的输 我感觉自从染上这个东西 谎话太多了 像有时候我下了班之后 我最疯狂的一次就是那个 我瞒着家里面 我说上班呢 其实我就是开了个旅馆 然后在旅馆里面专心打这个 没想到还是输了 讲在网上进行金钱交易的 我建议你们慎重慎重再慎重 别到时候搞得倾家当产呢 又这样后悔 那样后悔了 怎么怎么的 到那时候说什么 都是畅白无力的 对啊 我现在我就是怕 我就是怕 我现在因为现在 我还是想玩 我平常是一个特别节眼的人 我平常虽然说我工资不是很高吧 今年我就是换车了 换了一个车 就是多花两万块 我想买个四驱的 我没舍得 没想到一下搞出去五万块 我爸妈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特别特别节眼的人 这事我其实我都没和他们说 我自己憋在心里面 感觉特别难受 那你赌博为什么就舍得呢 所以说这就是赌博的害人之处啊 你赌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娱乐还是为了赢钱 两方面都有 要是为了娱乐 我首先告诉你 你这个身价 不配用赌来进行娱乐 因为你的身价远远不够 经历老总那么有钱 人家也赌垮了 如果你为了赢钱 我劝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 这个上面没有人能得到财富 这个上面输得倾家荡产的 比比皆是 好